马上退市我就兵无经验,这我兵要冲下去 因为现在红的如果马是进武,那我可以拘棋吃下 这样的棋呢,因为他少两个象,也是很难合 但是杨冠林是不愧为这个有经验的老将吧 他又来抓,他希望我回来,他们才可以对局,就很容易守到 但我又将了,他又回,如果再回这边呢,他又走 就刚才讲了,当时的棋规呢,这样算了,两将一环打算合呢 但我一看,没办法,只有另谋对策吧,马又回到这边 这样就你抓不到,我这边吃你的相 那么老杨呢,现在他走了,相三进一 躲一躲 躲一躲,我这个相肯定要吃死他了 再抓他 抓他,这个相是跑不掉了 但是他如果走别的,抓我,我就把相吃掉 那么老杨现在走了一步 兵一进一 因为你在历史的情况下呢,马上要反倒优势 确实是很困难 但是在普通人看起来是别败的形势下 你要增加对方取胜的难度 争取挽回败决,或者是搬成平局 这种经验和功夫 确实是在杨冠林这盘起身上也是表现得很突兆 所以他冲着我兵呢,我肯定是要吃他的相 那么他就马是进山 抓我的鞠 但我肯定横过来 因为我吃一个四,没把我赢 赢不到,当然肯定不肯 我这样横过来抓他 抓他,他不能够把我一样兑完 他扫两个兵,肯定输了 那么他马往这边跳 马往这边跳,我就居气退二 再抓 这个马他如果跑开,我吃兵或者居浪开 他扫两个相也是输定 但是他走到马到这里以后呢 他有一步比较巧的棋 他走,居六瓶酒,抓死我的马 这样我只有吃麻了 他吃我 走成这个居兵的残局 应该说是杨冠林在这个下风的情况下 走到的一个最佳的结果 由前面走,普通人如果功夫稍微差一点 早就输了,顶不住了 但是老杨顶到现在 这看起来好像看起来有一点核的机会 黑的也就是多两个相 其他也没多什么 所以这个期应应该说功夫还是表现出来 那么现在,当然 因为现在我要取胜的条件呢 是两条 一条就是 一个兵换一个式 白吃了兵 这个有取胜的机会 那么最好的是 换两个式 然后再吃个兵 那么就赢定 那么 从这个双方斗争的焦点来看 我要换两个式 再吃兵的可能性是很小 所以说呢 只有争取 换一个式 吃兵 所以现在 红的是兵六平七 他来吃我 准备再拼其瓶吧 是我的兵 四五金六 这个就刚才讲的 准备吃四一将 再一将 回来抓死一个兵 那么你不管这边有两个兵 一个兵 我再一个兵就够了 因为你是老将 没有式像保护的 光的嘛 输定了 但是你要换两个式呢 红的不答应 他就出来 这个狙拉着兵 那么你不能缓 黑的如果直接兵五金一 换了以后 吃了他狙出来呢 这样 不一定马上赢了 那么 这边有个 左一金一 先走一 那么红的是走的 狙九平七 这样出来 这么黑的 左五金一 吃了 那么 四四金五吃 那么 居五瓶酒 吃了 因为你现在 黑的如果不吃这个兵 如果吃这个式 那么 红的就 平举 抓死 你如果一补式 他进居一手 这个兵就吃不死 随时可以对掉 那么我抓这个兵 他就保住 我抓那个兵 他又保住 随时可以对死这个 这样就核定 所以我不能够吃这个式 只有吃这个 吃这个兵 吃这个兵呢 他一将 一将 一将 黑的 下死 红的 居五金三抓相 黑的呢 居九平三 这个抓兵呢 同时是牵制这个死 你如果吃我下 吃我兵 我就一将一将 吃死你一个死 所以 红的绝对不能够丢死 也不想进王 进王我一将 吃回 你吃我兵吃我死 我居占中一将 也是赢定 所以他 保这个死 这样保 进行最顽强的抵抗 那么 黑的 居三条 吃兵 那么 红的是 居五平三 黑的 这部兵先保住 这样呢 当时 有人分析 他不吃我像 如果吃这个兵 是不是核的机会多一点 应该说 也是 没什么机会 因为我可以 是一个是 你上来 我就飞向 这个兵呢 我冲一步以后 你抓不死 我可以这样 他上来 我飞向 然后 我这个兵这样 冲一步你抓不死 只有鞠退到这边 然后 我鞠上去 牵住你的兵 这样随时准备上四项 这样拉走死 他肯定也是输 你这个鞠要保释呢 这个兵就过去 所以 应该说 如果不吃这个象 吃这个兵 黑的呢 就是取胜的难度 可能会增加一点 但是也是改变不了这个结果 所以 当时呢 他就平山 黑的是 局山平一 保治兵 那么 红的 杨光玲一看 如果吃我的象 我下死 你再回去 我抓死 你如果上来 我就上死 这边要吃这个死 肯定也是输 所以他 不吃 他去退步 退步 他希望 这个兵啊 你过不去 能够他守住 这样我现在就 飞个响 他 居三 平五 那么我就 兵就尽 这个棋 因为什么呢 这边有个兵 如果这两个兵 没有 这个棋也是合了 因为我这个编兵 过去赢不到 正好 巧着巧着 就是这个 对决的结果呢 这边有两个兵 没有换掉 所以 红的合不掉 他一看我这边过兵 有人问 如果他现在是抓我的 那么我就冲兵 他再抓我 我再冲 他再抓我 我就 凭去保住 那么有人问什么 刚才他如果不抓我 这样 狙击放这边不动 会不会赢啊 那么实际上这样也是合不 好